大家好,大家好,歡迎來到港幣普通話 香港是一個法治社會 什麼叫法治社會 它的核心就是要依法辦事 香港的依的法是什麼法 主要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根據憲法制定的基本法 和符合基本法的法律 香港基本法第104條規定的非常清楚 獲得當選議員的候選議員 必須要依法宣誓 那麼什麼叫依法宣誓 就是要依照法律規定的事實 來中言的宣誓 如果是故意的違法宣誓 就要被取消資格 那麼當然我們也看到有反對派提出來說 這個對他們不公平 說他們是選民選出來的 他們這種講話是錯誤的 是違反法律邏輯的 因為所有的選民選出來的議員 只是拿到一場進入立法會的入場券 他們要真正成為議員 必須要按照基本法的規定 按照宣誓和聲明條例的規定 嚴格的按照這個事實來宣誓 如果是刻意的違反事實 就是拒絕宣誓就必須被剝奪 立法會議員的資格 第三個我想說的 就說香港不存在所謂的三權分立 香港資本法下面規定的非常清楚 它是行政主導下的三權制衡 所以立法會這個命令兩位議員 違反事實的行為 行政長官有責任按照基本法第48條 來履行來執行基本法 來要求法院來重新思考 立法會主席有沒有權利 再給他們再次宣誓的機會 第五點最後我要說的是 我要強調的是 所有故意違反這個宣誓的 故意這個篡改市值的人 都應該被取消立法會議員的資格 這才是真正的依法辦事 我希望當局能夠按照刑事罪行條例 追究有關的人員的刑事責任 也就是發假釋罪 謝謝大家